只要你们还在红江 还做红游 就要多琢磨手艺 咱们行商天下就得一言九鼎 不能因为一点生意 就坏了红商传承百年的规矩 你也不把你那自以为是的 老毛病给改了 红商永无出头之日 红游早晚要败在 这个五指径的内斗里头 百年之后 你就没脸去见祖师爷 大官司本身也是亦恶扬善的事 红商是不是奸商 人心自有一个公道 我这一辈子 除了把我儿子养大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爱一个人 就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哪怕是为他去死 如果我们能得到那桶清代底油 就可以垄断 打半个中国的红油贸易 红商恐怕要先制一场 确已兴奉了 红油处自刘家 红商不能没有刘云香 你敢不敢跟我赌油 你这个疯子 就算是死你也要赌是不是 如果按照神农宫祖宗的规矩 赌输的一方 陈堂 刘云香 他到现在也没明白 这天底下有什么公道啊 老子倒想看看 在红江里到底谁说了算 人家要多少你给多少了 咱们俩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 我也不想给他一百万 可他们手里头有这个 爸 陆叔 我就不想看你们做一辈子油 再被人欺负一辈子 这就是眼下的红江 人心不古啊 等你们何时明白了 新营物筹资这孙子 红江才能真正地步入商业时代 杨阳的亲生父亲不是萝莉子 是谁 那我的孙子是从哪儿来的 是哪儿来的 我孙子 你不会不明白 七彩糯米饭 代表着什么意思吧 我第一次见妙春 就很想保护她 就觉得是冥冥中的缘分 天辗 自从我踏上革命这条路开始 我的生命当中 就注定充满了神秘死别 反正我会在这里等你 你要是不回来 我就等你一辈子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嫁给你 我愿意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服从党的纪律 服从党的纪律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宣戏人 刘天禅 为了让飞机早日上天 特令 元龙游号刘云香 交出顶红 两千斤 岐有此理他们 他们要建个机场 我们羊家平白捐出 几百万大羊圈 砸牌子走人 对不对 那就砸 马上去刘京提醒 我们等我把这包鸭片 困到死在你面前 这红椒碗棒就是民众的喉舌 这许安邦他越要压制舆论 我们就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扳到我许安邦 也不会天下待平的 因为上面有人 这笔账我记下 大张哥 封重庆局本部的指令 彻查纸江机场贪腐安 蜀帝 蜀帝你爱我 蜀帝 宗天爷啊 别再叫高蜀帝 叫高蜀帝 只要老祖宗传下的 多有手艺还在 那桶清代底游还在 咱们红尚就绝不了 只要这桶底游还在 我们红尤这行 和红江城就永远不回归下 自开战以来 红尤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岂获可及啊 中方公司将用什么 来作为贷款担保 同游 命费银着 不费良心 温固而忠礼 支持而厚勇 焚发突强 才是我红江商人的 底气和胸怀 只有这样 才能形伤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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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谁能形伤天下 那边 尤其是